另外县议员黄欣 这是针对了花莲溪出海口的太平洋交汇处 没有排水设施以及海堤和河堤的保护 并且对于核准设置养鸡涂采场 疑似凸显了这个地区排水设施的不足 以及容易淹水的困境 也请县府能够重视地方的需求 县议黄欣关心吉安仁安村民营业建制 加速屠宰场以及养机场 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余力 另外针对南北冰以及花莲海堤 都有提防以及小波块保护 花莲溪出海口连低洼户岸都未设置 导致台风带来的时候 水源百姓门家 所以花莲海堤应该尽速延长兴建 以坚缓整个海岸土地流失 保护百姓的生命产生安全 所以今天建议希望我们县政府也重视 希望我也亲自拜访过九二级的王局长 也跟他亲自诉求 在这个地方地区要务必来建制提防 因为我们的河川区域县 黄色这一条就是我们的河川区域县 河川区域县已经化了十几年了 到现在也没有向老百姓征收 就近伟的分割 把老百姓的土地分割开来 在河川区域县内的部分 在河川区域县内都不能作为什么用 也不能做建筑 也不能做其他的开发 你你朗朗都不准 就锁住老百姓的权利 而且敬为的就给他分割了 那分割之后呢 苦苦的等到现在还没征收 还没征收也还没有建制 就是合体的部分 海体的部分 这个建制上都没有 但是早期九二企也有帮忙 在滴水呼岸的部分 在我们吉安花莲系的部分 也建制了滴水呼岸 滴水呼岸的部分 也会阻挡第一线的部分 会阻挡一些河水跟海水的导灌 灌完之后都跑出来外面 老百姓都在马路上抓鱼 抓虾钓鱼 那个厂冲了就毁掉了 而且那个厂还有 向九二企申请抽 抽海水 海水进来养殖 那些虾鱼 那这样子的话 对那些鱼虾的肉质会比较好吃 就是 那老百姓月整的表示 那蒋葫芸也核准它 那我也希望这个污染的部分 它没有T恤区域的排水 它说要搭牌 用搭牌就是说 它挤起所有的废水之后 然后抽到我们社区的排水 跟我们灌溉的排水 那那个排水的部分 核准我认为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也没有汇水利单位 水利单位也没有稀渴 那你要把汇水 污水 处理之后 直接排到我们的 设计的排水跟灌溉水 会影响到 因为那期块还是 农业期的农牧用地 自治条例实施之前 法律不受及网 那将来的部分 它可能就 没有办法来设置 离我们住家300公尺 离学校机关要1000公尺 那将来的部分 那已经核准要设置的部分 要怎么往后 要怎么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才是一个重点 那区域排水的部分 排水沟的部分 当然就是我们 那两马市 丹市制跟 这个养鸡场是有所关联的 也希望在这里 能够做到 最好也做到 县政府要能够做 法官的动作 也希望他们在核准 许我证明之前 也希望 呼吁环保区 能够去跟地方 做公开的说明会 让业者 做公开的说明会 不要让业者 自己去开 然后又叫了一些 养鸡业者穿黑骨 开兵士 去到县长 开说明会 老百姓认为 他是在恐惠他们 在这一点 也就希望在县政府 有把关之后 王兴今天提出来 是希望解决问题 希望各位相信 大概因为他是在 自治条例之前 就已经申请设立的 所以县政府 可能没有办法回头 我如果讲说 公共人员依外行政 老百姓也会非常不高兴 但是今天 听了平行而言的讲 我也希望解决问题 然后单位监督县政府 把各方面的事情 排水污水的问题 然后把环境污染的问题 噪音的问题 空气污染的问题 后面会持续来关注 跟来监督县政府 华业政府对环境保护 非常重视 对预员们以及居民的反应意见 也请业主主动向相关单位说明 并且积极向地方居民说明沟通 取得居民的共识 希望各方能够共同营造 化临美好环境 维护民众的权益 记得既然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 感谢观众